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面写前来也 其实在70年代你很少能够听见精彩的台语表演 但是只有那段寒假时间 你刚好看到一出戏就再也不会拒绝它 早期担任电影辨识的经验与熏陶 让老师开创出一番辉煌的武侠电视剧时代 几十年前看的电视剧 我到现在主题曲都还能够唱 就是每一集都要看就对 这个不管功课怎么样 反正就是都要看 拼命地下课赶回家 为的就是听听他讲故 听听他这出电视剧 听听他的声音表演 看看他帅气的长相 那是一个青年偶像的一个崇拜 就这个是深闹在那个心里面的 历经过辉煌的岁月 老师更把心力投入到台语文学的深耕上面 想要让更多人能够了解台语文学的美 因为他认为台语曾经有断层过 他一直很想要做一些努力 把它填补回来 所以老师他现在85岁的高龄 他还持续地一直在努力地 在做这个节目 他就是希望把正确的台语流传下来 简单来讲台语之美 台语的气势之动人 在他的诠释底下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甚至到今天没有一个人说故事 说得他像他这么的精彩 台语从他的嘴巴里面讲出来 这种美会感动 哇 好舒服 欢迎颁奖人碰国 碰国 大家欢迎他 为何标准开我的天啊 她不容易 崇誒和海 清基地 形勒跟其他人 不用主料介绍 那些朝連的休息 在手拿裡面 連講故事的工夫 所以不提供後 進入我們講故事 靠到他賣人的聲音 說很多那些無夾的故事 讓我們台灣人 泡一杯茶 在拉利亞的旁邊 進入中中的無夾世界 還有一段時間 看看 天分在暗地 一邊蒼蒙 可能一段時間 公分以來 窮湧藏不住 這我自己拚了 聽不懂 是啊 所以人的工夫就是不一樣 一直到 電視後 丁宗英老師製造的系統 剛才我們大家在裡面看到 非常紅 紅到什麼程度 當時有兩個人物 那個時候的日期報難聽 還不是報難聽的台語節目裡面 有兩個人物 如果他們兩個補出 台灣沒什麼人 都在家裡看電視 一個人 一個不是人 人是丁宗英老師 不是人 叫做出院門 對 因為說 創下那個休息 是非常非常恐怕 而且 平常人知道我們 丁宗英老師在 國學方面的作品 有兩條歌是 命運系列 名文下的歌 過去我 老師的名文的少年 阿家的名文的議題 歌手都是我們丁宗英老師所選 哇 是 今天要做這個機會 也要來跟丁宗英老師 表上我的感謝 因為我去他們家 我去他們家 我去他們家 說你那個大嬌燒嬌 我把他炒在那個黃金月總會 他在那裡替災 你給你弄意外 真正的有一個丁宗 老師跟我說 沒關係 感謝你替我拍照的名字 所以要特別感謝老師 這幾年來 對著大嬰的水的堅持 對著大嬰提供 他跟我們交代一句說 碰的了 大嬰你就好好團省下去 這幾年來 我們 真感謝 張宗榮、丁宗英老師 對著大嬰的水的團省 希望大家介紹 來團省下去 來歡迎丁宗英老師 是 謝謝 謝謝 美。 你的 謝謝 感謝 來 我 對民國四十七年 在那裡 有什麼生病悉 沒什麼電影的時代 沒日沒時代 我來做 便師 便師 那些年輕人可能不知道 就是 沒什麼電影 還沒日沒電影 要 有一個人 在部隊的電影 那就是 便師 這是日本的便師 結果 民國五十七年 我家裡 公報電台 我修宣 將 無極修術 改變做 代理 無極俱 半章 公報電台 今天 民國六十年 法師開部 我還講這 孫無極的公報局 改變做電視局 這次法師 第一次製作 就是 我跟風飛飛主演的 演送飛 這就是 這就是 電視 電台 有 全部 及的局 是 由我開始 這次 我 比年 四歲 八十五歲 那 十歲 是 八十四歲 現在 我還要主持節目 所以 問該是 大義團臣 謝謝 因為時間 的關係 我要 感謝 找一個人 跟陳春天一樣 要感謝 白安 我感謝 是 張宗英 自己 因為 從便室開始 比較現在主持的 尊問該於大義團臣 為之現在 還要繼續在主持中 我都不哭 別人 因為我記得十九歲 就是 最後 努力是主持 一切一切 好主持 台灣 有一句職員說 看土民 不能看人民 看人民不哭 看土 不哭 所以 我只要感謝一個人 我主持 感謝我 各位 來 現在 我來 說一段 說報告的靠北 還是電視的靠北 為大英雄人 本聖 十七明書 蘇鴻流 大江東區 都 全身 全國 英雄人物 日出日 都 發開發生 而 苦不哭 都 都 都 在 市 下 江東區 祖席永恒 謝謝各位